大家好呀,前面两期,我们说了首都军灵城,一场紫色婚礼,国王乔弗里之死,以及因为这场婚礼造成的众多重要角色的死亡。 那么今天,我们把视角转向军灵之外,看看军灵动荡不安的同时,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,以及重要角色的死亡。 首先,我们要说的是, 女演人耶格瑞特。 这一切,要从曾经的北京守护,爱德·施塔克的私生子,求恩·雪诺,北上加入守夜人,跟随指挥官段长柯林远征塞外的一次侦察说起。 这天,他们成功伏击了一个野人侦察小队,也正是这次伏击,雪诺和耶格瑞特邂逅了,段长柯林命令雪诺将耶格瑞特杀了,但是,雪诺面对眼前这个守无寸前的女孩,是完全下不了手。 后来,段长柯林和雪诺反被野人俘虏,于是柯林向雪诺下令,杀掉自己,作为守夜人的间谍,混入野人中。 于是,我们的雪诺开始了他的无间道生涯,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雪诺和耶格瑞特互生倾诉,但是,碍于自己身份的雪诺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感情,直到在一个煽动中,被耶格瑞特成功拿下一血。 潜伏期间,雪诺虽然成功的取得了其他野人的信任,但是,却完全瞒不过和自己有肌肤之亲的耶格瑞特的双眼。 耶格瑞特清楚的知道,自己和雪诺是两情相悦,他希望雪诺放下使命,和自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但是,我们的雪诺可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荣誉感的人,他是绝不会抛弃自己的誓言和耶格瑞特私奔的。 这也难怪,在耶格瑞特眼中,对于爱情,雪诺,你什么都不懂。 后来,塞外之王曼斯雷德率连着野人大军,对黑城堡发起了攻击,而耶格瑞特自然也加入突袭黑城堡的队伍中。 战场上,耶格瑞特和雪诺再次相遇了,但是如今,他们处于完全对立的阵营,耶格瑞特含着泪拿起弓箭对着雪诺,心情复杂。 刀光剑影的战场上,怎容得了片刻的迟疑,就在耶格瑞特烧一分神,远处的守夜人男孩一箭射来,最终死在了雪诺怀中。 至于塞外之王曼斯雷德,在被俘后被处以火刑,最后被雪诺一箭射杀,给了他一个干净利落的死亡。 说完雪诺野人这边,我们再来看看在爱德施塔克第三个儿子布兰施塔克的乘生道路上,起到关键作用的九件黎德之死。 灰水旺的黎德家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,他们从很早之前就宣誓效忠施塔克家族。 在爱德施塔克死后,九件和姐姐梅拉来到了临东城。 九件发现布兰拥有侵入其他动物甚至其他人的意识,并控制其思想行为的能力。 于是开始指点布兰发挥自己的天赋,之后,九件陪着布兰前往了长城以北,寻找传说中无所不知的三眼乌鸦。 终于,在经历了重重险阻,克服了寒冷和饥饿,他们终于找到了三眼乌鸦所在的山谷,目的地就在眼前,但是他们却遭到了异鬼的袭击,九件也惨遭不测。 不过,作为领路人的九件并没有白死,布兰也终于见到了三眼乌鸦,见到了绿仙芝,而这之后,布兰也将化身为新一代三眼乌鸦,开启他的开挂人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